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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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我來呀 有斜坡 所以我們可以來訓練一下就是跑上坡的部分 往上拉的時候你的腳踝呢就往你的臀部下圓拉 身體稍微前傾 不要跨拉步也不要說就是抬腿 很好,不要跑走,不要跑走 只要維持這個姿勢,身體稍微前傾 你的身體基本上垂直與水平線 腳收的頻率是稍微快一點 你的身體就維持HOLD好,不要說往後傾 不平的坡度或是說路面的話 其實可以幫助你訓練你的腳踝的穩定性 我們平常跑步還是跑平路比較多 我們原地的時候先快速嘛 然後中心前傾,你要有一個很明顯的動作出來 平路,然後你要核心的話,要前傾那件事情有點暗 肚臍去壓著你的拳頭,往前跑 你的腳踝要往臀部收快一點 快速把你遞上那隻腳拉起來 這樣快速加換,口感收好好了 然後握完GO的時候,你就是稍微前傾這樣,然後就跑出去 好來,GO 好,這個地方 往這個地方吧 What? 試看看 沒有可能啦 H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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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啊 頭穩定好,難度會稍微高一點 好,慢慢放下來 我覺得太可怕 身體要跟著走嗎? 稍微爆,有點爆過的感覺 然後再下來 我們平常就是有在跑步訓練 然後可能回到家的時候,不知道說 欸,我們還可以再做怎麼樣的室內的激勵的訓練 教練教的這些動作,其實在短短時間裡面,其實就開始讓你冒汗 對,我覺得就很有效 整個是貼好的 對,然後穩定好 一隻腳放在另外一個人的腿上 做浪距的動作 其實在家也不會有器材 那我們可能就是徒手的部分,比較不是怎麼指導 今天教學學運動在家裡,是從來沒有做過的 有教練的指導過後,就是你可以正確用到 就是該用的位置 你流很多汗 汗真的流太多了 他真的是一個很細心的教練 雖然他話真的很少 可是他,我們只要問他的問題 他其實都會很細心的去回答我們 很怕他就是一個拍到底 因為真的話太少了 長期相處下來,就是覺得他其實很細心 然後我覺得他會注意到很多detail 就是 就是暖啦 大家趕快就去跟這個暖男聯絡 真的 大家趕快來幫我們幫幫 剛給幫客 我想說明進行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